他問的問題是有關這個硬財 他說是這個簡易溫室進硬財 雖然有防火的這個現象 包括雖然也點不開 這是什麼原因 有什麼樣的住宅可以放在 不然他有使用恩賊到有味噌 他說硬財根本有使用到不飛松 是不是影響他生長呢 這個極限 就是說我們使用這個不飛松 其實他應該也沒有 不說有介意了 就是說因為硬財的這個 生長生最重要的這個強 但是你用過這個保育最重要呢 有時候就是要稍微水分的這個管理 要做好水分的這個管理 怎麼說水分管理要做好 就是說你不行 因為 這個根蠻最簡單的一個處理方式 是怎樣的 放到搭 放到搭 那麼你把它放到搭 他的根蠻很快就會立到 一種很好的一個控制 就是給他放乾掉 因為他就是要這樣溜濕溜濕 但是對我們來說 他還不會蓋太過分 所以如果你放到太過分 就去影響到 所以可能在這個關理上 不需要來幫他做這個 那麼有時候在我們在 Creating 可能在硬材 硬材不好 硬材不開 這種是不是 這個頁面黃化斬不開 這可能 懷疑這個東西 這其實是不是有這個頁面的 這個紅地圖 就是 它一樣有種的情形 所以 一般若是這個 由硬材來說 應該是 這個頁面類 會比較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有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 為了要放棄到這個金元 我們會放在那裡打鬆打鬆 那它就比較容易 這個頁面去處理 所以你可能就是這個密密丁 塞洛寧這種 這個紅地圖的這個油 你稍微做一下這個處理 那麼 啊 甚至在這種 這個 呃 大概這個油在用 比如說像 我們在用這個 可尼釘 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可以的 啊 但是 用可尼釘 可能就 在用的時候 浪度一定要注意 可尼釘 這個 浪度 一般 它浪度要比較低 就是說它要拋得比較薄 這個東西如果比較多 呢 它就在那裡 尤其有的說 會教你用這個 啊 筋 比較有問題 它會叫你用可尼釘的 這個 那種罐頭 或是說 蠟釘去牙牙 啊 但是呢 如果牙過這個可尼釘的 這個蠟釘 蠟釘 這有人會教你用這種東西 那麼用這個可尼釘的 蠟釘去牙的時候 那麼 它有一個問題 在運動比較高 的時候 傷心就比較容易 不過你看起來應該 在那邊個人的解釋 判斷呢 是不是葉蠟釘的一個危害 啊這先看看 那麼 葉蠟 這在我們應財 應財來的呢 其實是可以 啊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說你 當然用眼睛是 這個肉眼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 那肉眼看不到呢 要用什麼 這個 稍微用一點點 放大鏡 什麼 大概呢 就可以去 去處理它 就是說 應該是這個 就比較容易 來把他 這個 處理條件 所以這應該是 可以看得到 你看看 那些 放大鏡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當中 還不完全去判斷的時候 簡單就是說 用一些 這個葉蠟釘 蜜蜜釘 這一類的 這個用藥 那麼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 蜜蜜釘 因為我們 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 所以 蜜蜜蜜 你把它處理一下 應該呢 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很有可能是這個問題 我在推斷 這個 因為 這個 大概都是這一類的 這個 這個問題 比較大 所以 想起來 這個 也是要很小心 要稍微 注意一下下 嗯